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学校的警卫室呢搞了一台那个65寸的电视 然后去买了一个类似广告机的盒子 然后就在校园的门口播学校的一些成果的影片 但是后来呢除了那一台65寸的电视机以外 我花了很多的钱 比如说 突然想到说东西放在里面没有声音 很快就装个扩大器把喇叭装在外面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 那个警卫室里面虽然没有人 但是只要下雨天里面湿气很重 又去买了一台厨师机 然后厨师机买了以后呢 后来我发现 早上开那个电视机打开了以后呢 外面的阳光太强 电视机根本不太容易看得到 只有晚上比较容易看得到 我现在一直在思考说 怎么样让那一台电视机可以发挥更大的功用 我相信今天文圣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那个启示 那我把时间交给文圣我就不啰嗦了 来文圣请 好 欢迎大家 那个暑假还不放一下 好 我把画面就切过来 好 那 我们今天主要 就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在 因为这个其实做很久以前就有做了 那那时候主要是 因为学校都会有那个报废的电脑 那报废的电脑里面呢 尤其是那个有液晶荧幕的 那其实电脑它虽然 在教学上可能不太复使用 可是如果它做单一功能的时候 其实它的效能还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的重点就是 把那个废气的报废电脑 把那个液晶荧幕呢 就直接可以装在那个穿堂 穿堂屋顶的下面 或是放在走廊的柱子上 螢幕的部分 那至于那个主机的部分呢 可以放在室内 因为主机放在室外不太方便 怕会被呛走 即使那个是报废电脑 那你重新设定也很麻烦 那所以我们就是会把主机放在 比如说办公室 或者甚至你不要用旧的电脑主机 你用办公室的电脑 然后用外接荧幕也可以 那重点就是那个 那个旧的荧幕要挂出去 好那所以这这样的方式呢 你就可以不用再花其他的钱去买 那个刚刚校长讲的 那个65寸的广告机 那或者是说你有不要的 那个教室里面会有不要的 32寸的那种液晶电视 其实也可以拿来当显示器来用 好那我们这边 如果你的显示器是有带喇叭的 那就最好了 那它就是直接还可以播声音 那如果没有带喇叭的话 你另外还要再把喇叭线拉出去 另外用外接喇叭 那我们这个废弃电脑呢 除了可以自动开关机 如果你是用废弃的电脑去做的话 它可以每天自动开机 然后就自动直接播 你要宣导的图片或者是影片 然后时间到 晚上时间到它会自动关机 那如果你需要换里面的资料 换里面的资料 那你可以去到那个机器前面 主机前面去处理 你也可以用远端遥控 那我就会习惯装远端遥控 直接把我的资料 就是送到那台电脑去 然后直接在那边修改那个播放的内容 那反正隔天早上时间一到 它又自动开机自动播 然后晚上时间一到 它就自动又关机了 你就甚至你人都不用去动开关 那这样的做法呢 就是首先你必须要一台废弃的电脑 那当然如果你是直接用办公室的电脑 用荧幕分享的方式 那你就主机其实也可以不用 然后你的那个荧幕就要接到外面去 荧幕就要 废弃荧幕或者是液晶的荧幕就接到外面去 那有带喇叭当然是最好 然后我们在接那个 废弃电脑跟液晶荧幕的时候呢 因为通常我们会把电脑放在办公室 或者警卫室或者哪个室内的地方 然后荧幕可能会放在走廊或穿堂 那个这中间会有点距离 那如果你直接用那个荧幕线去拉的话 那条荧幕线会非常的贵 而且那个线很粗不好施工 所以其实有一种东西叫做 有一种转接头 它叫做VGA转RJ45的转接头 你只要去买这个转接头 买两个 我Google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VGA 就是VGA转网路线的那个转接头 就是这些东西 那这个就可以把你原本的电脑输出的 那个VGA的线转成网路线 那你网路线大概学校很好拉 很好拉或者是有固定的网路线 直接拆下来用就可以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你的荧幕跟主机的距离 可以拉得很远 拉得很远 然后又方便施工 好 那所以你可以买这种接头 这种接头也很容易买得到 那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拉得很远 然后另外那个荧幕的壁挂架 因为你的荧幕可能要挂在墙壁上 那我之前会直接去露天 买那个荧幕 简单的荧幕壁挂架 那个就大概100块左右 荧幕壁挂架 这个都是很贵的 可能要上千块的 有一种它只有一个铁片而已 只有两块铁片 一块是黏在墙壁上 锁在墙壁上的 一块是直接在荧幕后面 像这个 像这种东西 这个大概100块以内就搞定 我那时候在露天买的 没有发票 没有发票 回去爆炸的时候 被那个主机骂一顿 他说你买这个没有发票 我说外面你买的到 有发票的都是这一种 这个一个都要 七八百块到一两千块 可是我这个100块我就够用了 你一定要叫我买那个 那个很贵的东西吗 那我这个就不能爆吗 那后来用 后来主机大人就给我用 那个遗失发票来 来做处理 那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够用 因为反正是废弃电脑 不必用太高级的东西 所以你就买一个很简单的荧幕 壁挂架 那这整个就 花费就会非常的低廉 那你的旧主机呢 旧主机我们就会把它重灌 重灌 那因为要上网 所以就是基本的 Windows加防毒就可以 那因为我要做远端遥控 这样子我就不用再到主机 主机前面去处理资料 所以我还会另外再安装一个 Team Viewer 就是远端遥控使用 那在那一台上面 那一台上面我会做这个 开机启动 跟密码设定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也操作一下 就是你被遥控的 被遥控的电脑 那个Team Viewer是远端遥控的软体 各位应该都蛮清楚的 那其实它可以直接使用 不用安装 但是如果你那一台是要被遥控的 被遥控的电脑呢 你就要用安装的方式 用安装的方式 那我就安装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装好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设定要注意 好 这一台是 这个是装在被遥控的那一台 那如果你是要遥控别人的那一台 你就不一定要安装 你可以执行就好了 好 装好之后 装好之后呢 在它的 这个是这一台的ID 所以我现在给各位看到 如果你用Team Viewer来遥控我 我的电脑会被你遥控 好 那你在其他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选项 好 那如果你怕被人家 骇客入侵啊 或者是被其他的人乱遥控的话呢 你在 在这边要做简单的设定 那我大概说明一下 首先你那一台要被遥控的电脑 这边启动Windows 要自动启动Team Viewer 这个要打勾 这样子它每次开机的时候 好 它每次开机的时候 等一下 它每次开机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Team Viewer直接在背景常驻 然后就会启动Team Viewer 那之后你要遥控的话 你就是随时把ID打进去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要打勾 那你第一次打勾的时候 它会问你 你要设定那个密码进去 像刚刚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打勾的 在那一台要被遥控的电脑上面 然后在安全性这边 通常我会把 这里有一个密码强度 如果你的密码太简单 像刚刚只有四个字或六个字 你就会很容易被人家拆到密码 那所以我这边呢 通常会把它停用 就是不给人家打密码 但是我又要遥控它的话 所以我要给它一组管理的密码 所以我在这边就要设定 设定你要遥控那一台电脑的密码 遥控那一台的密码 那这边把它设定好之后 以后就只有这一组 可以遥控那一台电脑 这一组密码可以遥控那台电脑 那如果你想要 别的密码也能遥控的话 就是每次开机 它会跳一个浮动的密码 那你这边就可以选其他的选项 好 那我就直接把它停用了 所以现在只有这一组可以遥控它 好 那这两个设定都设定好之后呢 其实你就可以按确定 那这个是在被遥控的那台电脑 就是要使用穿堂广播器的那台电脑上面 要做这样的安装跟设定 然后你要把这个ID记起来 因为这个ID呢 将来就是你要遥控的那台电脑的ID 好 那我先关掉 好 所以你在上面呢 在那台电脑上面装了Windows跟防读之后 你要装TeamViewer 来方便你做远端遥控 然后除此之外 如果你那台电脑以后要播影片 那我会建议你装一个 直接去原厂网站 直接打K-Lite 好 直接打K-Lite 打错了 它是一个影音的解码器 影音的解码器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 去下载到 下载到那个解码器 这边有个download 它也是不用钱的 不用钱的 然后你下载好 把它安装起来之后 你的Media Player 就可以播所有的格式的影片 就可以播所有格式的影片 那它自己也会再安装一个 它的Media Player 所以你会有两种 两种那个影片的播放器可以使用 那倒是无所谓 好 那所以我们会再安装一个播放器 那这样子 你从不管哪里YouTube 或者是哪里下载的 任何的宣导影片 比如说未教的影片 或者是什么 12年国教 或者是Maker的那种宣导影片 只要能够 只要有下载到档案 你就可以播 就可以播 然后再来呢 你要装一个影片的管理的软体 那这个影片管理软体 我特别推荐这一个 早期各位可能都用那个ACDC 那可是ACDC呢 它是一个ShareWave 就是你其实是要付费的 那或者是说它有锁某部分的功能 那它是一个付费软体 那我是推荐这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免费的软体 然后它的功能很强大 如果你要设定照片的播放 那其实你用这一个来处理的话 你连剪辑都不用剪辑 它可以做照片的轮播 然后还可以带音乐 那我就直接先示范一下 那这个也是网路上可以直接下载的到 那一样是到那个官网 那下载我就省略 我现在直接开给各位看 好那它既然是一个照片管理的软体 所以你可以在 就是我们平常电脑在管理照片的话 它其实就很好用 那如果各位有需要 我们再来讲它比较详细的功能 那我先直接讲那个 怎么样把照片设成轮播的档案 比如说假设这是一个 假设这是一个那个要轮播的照片都在这边 好都在这边 那假设我这些照片要轮播 那我就把它全部选起来 好我就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建立 好建立头影片播放 好这个地方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它就会把你刚刚选的照片 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 那你当然还可以再加其他的照片进来 所以通常我们会整理 像这样子整理一些资料夹 比如说槟榔宣导 槟榜房子宣导啦 什么卫教宣导啦 防毒宣导啦 或者说什么maker宣导啦 什么宣导 只要是图片类的 我就平常在管理照片的时候 我就做成这样子 然后你就把那些或者PDF 直接剪成图片 都可以使用 然后这边有一个计时器 就是你这图片几秒换一次 几秒换一次 然后这里有一个音乐 我看一下 播放音效这里 如果你把它打勾 这里就可以选 选那个MP3档案 所以我们通常也会把那个MP3档案 也会就是用一个资料夹做管理 好你只要这些全部都设定好之后 那你可以直接建立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类似自动执行档这样 好我们直接建立一下 然后按建立 然后它会看你要摆在哪里 我先把它摆在桌面上 比如说123 按存档 好这样它的那个P4档就存好了 那你也可以直接 如果你要建ES1档也可以 所以它的那个P4档叫SCR 可能影片我选的比较多片 所以它建ES1会比较慢 那我会建议你那一台 如果有装SNVue的话 就直接选SCR的格式 那一下子就处理好了 因为它是P4档 好那 那因为它现在建立ES1档比较大 所以它有点当 好等一下好了 好我们先跳过这个部分 好了 我看一下 所以它这边桌面应该会有一个 还没看到 好没关系 不是你是不是要按开始 那开始是直接播 是直接播 可是它这边可以建立一个P4档 好没关系 我先直接 就是我们如果设定好之后 我们直接按开始 它就会直接播给你看 好它就会直接用刚刚选的音乐 然后你选了照片 然后每5秒钟 它就做一个自动切换 好那像这个东西 不但在宣导那边很好用之外 你一般我们 比如说班清会 那个老师要把学生的成果照片 要显示给家长看 你都不用去做剪辑 直接用这个软体选了照片 选音乐就直接播 好 那这样子就可以使用 好 好那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 然后你按这个 它就可以建立一个P4档 可是我现在为什么没看到它的P4档 好那所以它的投影 它的方式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那我再回到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用照片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播放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就是你可以鼓励老师们统一 或者是两种你都接受 每次你就有需要 你就把那个要播的地方就做一个更换 那等一下怎么更换我会讲 好那所以这个是你做 就是你在管理你的宣导资料的时候 你可以做成影片 你也可以做成照片 做成影片或做成照片 就这两种是最通用的 然后另外你也可以做简报 做简报 那你在做简报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如果 要直接拿简报来做宣导的话 在投影片的部分 你投影片都准备好之后呢 你可以直接把那些投影片选起来 我先随便选几个啦 好假设这几张投影片 我用的不是那个微软的Office 我用的是LibOffice 好那在它的投影片放映的设定里面 那个微软的Office也有这个选项 它可以做全部投影片 然后呢它可以循环播放 那这边一样就是 你可以设定几秒钟 比如说五秒 就每一张的时间要几秒 然后你按确定之后 你到时候播放 自动播放的时候 它每一篇就会 就会五秒就切换一次 就切换一次 那重点是呢 你在存档的时候 你不能存简报档 你要存简报播放档 就是在档案这个地方 你一定存新档的时候 你这个格式 不能存一般简报档 因为简报档你打开的话 你还要手动去按F5 它才会播放 可是我希望它打开的时候 它要自动播放 所以你在存简报档的时候 一定要存成自动播放档 这个叫自动播放档 好,那我就一样把它存到桌面好了 好,那这样子之后 之后你再把它放进 那个启动资料档的时候 对不起 对不起,我档案有点大 电脑比较慢 好,它需要一点时间 就是你要存简报自动播放档 关不掉了 好,先把它缩小 好,那它存成简报自动播放档之后 就是以后你一打开 它就会自动5秒就切换 自动5秒就切换 就是等于那个 我们一般在看那个天下杂志的 那种自动播放的简报 其实就是这样做的 就这样做 这个档案比较大 这个有170页的简报 我应该选那个比较少的来示范 好,那反正重点就是 一打开它就会自动播放 就按照你刚刚设定的规定 5秒钟它就切换 5秒钟就切换这样 那你就不用再进去按那个 F5播放这样子 好 它没有跳 好吧 那office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刚刚那个地方要注意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不管是影片 还是照片还是简报这三种 最常用这三种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要播放的东西准备好 要播放的东西准备好 那准备好之后呢 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要把它放进 因为我们希望那个电脑一开机就自动播放 所以我们会把它放进启动资料夹 那在那个 在那个Windows7的电脑里面 它的这边会有一个 你按那个开始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启动资料夹 对 Windows7我还没注意过 往哪里去了 我没有先预行一下Win10 有有有 它Windows7它本身有一个启动资料夹 那所以你在那个开始的地方 Windows7的话 这边会直接出现 你往下找在那个Windows7的那一堆里面 会出现一个启动资料夹 那Windows7的话 你就直接打一下中文启动 它就会找到那个启动资料夹了 那所有要开机自动执行的东西 你就把它丢到这个里面 丢到这个里面 所以比如说这个是那个自动播放档 你就把它丢进来 或者是把捷径丢进来也可以 你可以把那个捷径建立捷径 然后你把捷径丢进来也可以 或者把影片的捷径丢进来也可以 那影片主体档 那个影片档丢进来也可以都可以 那我是建议直接丢捷径 因为这样子你的所有的播放资料 就可以固定在低叠做资料的管理 然后这边只要播捷径 好那这个事情是要在 要播放的那台电脑上面做的 在那边做的 那所以换句话说 我要做这个动作 应该是使用team mirror 我用远端遥控 我用远端遥控呢 去遥控那一台电脑 比如说 我现在遥控另外一台电脑 好这个是假设在穿堂的 那一台电脑的ID 那你把它按遥控之后 它会跟你要密码 他没有执行 等我一下 你要记得 那一台电脑不能做休眠 所以你要在 那台电脑的电源管理 记得把那个休眠关掉 那台电脑不能休眠 好那你 你就做连线 那连线之后呢 它会叫你打 当初设定的密码 好 那所以连上线之后呢 在这一台是WIN7 所以它的 所有层次里面 会有一个启动资料夹 部署 部署 应用层次吧 好 在这里会有一个启动资料夹 那你按右键 直接把它做 开启 那你只要把你要 要一开机就要启动的东西 丢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 帮你在一开机的时候 就去执行 就去执行 执行 这个程式 好 那么所以 我们就是把 那个资料夹 那怎么样把东西送过去 如果你假设 我们今天做好的 这个是 自动播放档 那我怎么样 把它送到那台电脑上 一样是用TeamView TeamView 这是那台电脑 那我假设 我都在这里 做管理好了 假设我要送到这个地方 那我的TeamView呢 它可以直接传档案 TeamView是类似 那个P2P P2P的方式 去做传档 所以它可以点对点 直接传档案过去 然后 这边有一个 开启档案传输 你就把它打开 那这边 这个是对方的电脑 这个是你自己 现在操作的电脑 所以我要把档案传到 传到那个 传堂的那台电脑上 我就去开它的资料夹 比如说 刚刚是桌面的demo 我就把它打开 然后我这台电脑上呢 我也是在桌面 那我要传哪一个档案过去 这个 那我就直接丢传送 它就把档案直接传过去了 这个档案比较大 好 我直接 好 没关系 就给它传一下 所以如果你 像这个也很好 在其他的地方运用 尤其是那个大档案 要直接给人家的时候 这个方式是点对点 直接过去的 所以它的速度会比 一般的还要快 那它也不会受到 那个电子油键 什么25MB的限制 所以除了那个Google 云端硬碟可以分享之外 这个方式也蛮好用的 直接可以把 直接可以控制它的电脑 直接把你的档案可以传过去 好 那传过去之后呢 这是它的电脑 你打开 你的档案就会在这边 那你只要在这里做捷径 建立 建立捷径 然后把这个捷径呢 丢到启动资料夹 就这样子 那这台电脑 下次在开机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播放 这个自动执行档 它就会自动播这个 自动执行档 好 那么所以在设定的部分 其实这样子就可以把 你的开机的 就是要宣导的影片 那些东西 就可以设定进去 那等到你下次要换 宣导的资料 你就可以再把里面的资料 再换掉就好 就直接遥控 然后进去换就好 那不过这样子 目前为止 它就是只有做那个影片的 宣导的内容 的更换 那可是我们刚刚讲 那个电脑还要自动开关机 那怎么办 其实这还有两个机制 在关机的部分 我先讲 如果我们要电脑定时关机 其实网路上有一些小软体 那如果你去搜寻 那个定时关机的软体 它大概会有三个比较常见的 定时关机的软体 好 这里有一个 这一个 这个 PowerSoft 这个 它也有提供 这样定时关机的软体 不过这一个广告比较多 这个会出现 那个广告的画面 很讨厌 然后另外一个 叫做 P P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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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Shutdown 这个也可以做 但是这个的设定 其实比较不符合我们的需求 那我会建议用这一个 Wise Auto Shutdown 这一个自动关机的小软体 那它也是会 常驻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所以呢 你就去下载这个 这一个软体 下载就 这边就可以直接下载的到 那如果你是阿龙福利位的话 记得解压缩的时候 那个密码是AZO AZO 好 那你下载完之后 你就把它装起来 下载完之后 这个东西 这个P 也是另外一个 它下载完之后 是这一个 哪里去 好 我下载一下好了 这个也是阿龙福利位的 然后 然后这边就可以 直接下载 下载 再点一次 这个程式蛮好用的 就是 如果你的电脑 要让它自动关机的话 办公电脑也可以 你就怕老师忘了关机 你就直接下载这个软体 每一台跟它装一下 好 你把它下载完之后 解压缩 阿龙福利位的解压缩密码 都是AZO 好 那解压缩之后 在这边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程式 把它直接点两下打开 你只要执行过之后 它会常驻 会常驻 但它的设定很简单 它的设定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要做的是关机 然后是每天定时关机 所以我就在每天这个地方 点一下 然后这里呢 就直接设定你要关机的时间 比如说学生五点就都走光了 那我就可以设定五点半 或者六点 因为有时候家长还会来接小朋友 会晚一点 那所以你这边就可以改一下时间 好 就下午六 六点关机 然后你就按执行任务 好 那这个程式就会常驻在你的电脑里面 就会常驻在你的电脑里面 这样子就是做完关机的设定 那以后这台电脑 只要是开着的状况下 每天到下午六点 它就会自动关机 好 那开机怎么办 开机的话 我们通常就会找BIOS的设定 好 那个在电脑里面 你在开机的时候 不是有BIOS可以选 可以选吗 你要找这个设定 好 在电脑里面呢 它都会有一个 Power On 的一个设定 那Power On 有的可以 摆滑鼠 摆键盘 或者摆密码 那其实它有一个选项 是摆RTC Alan Alan就是那个闹钟 RTC就是它的那个 时钟控制的晶片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选项打开 然后它就会问你说 你什么时候要开机 是你的日期 那这边可以选 选Every Day 就是每一天 我每一天要开机 或者是有的BIOS比较厉害 它还可以选礼拜几 礼拜几 那你就把它选好 然后开机的时间 几点几分几秒 那只要每天时间一到 电脑就自动开机了 那电脑自动开机之后呢 它开机之后 它就会去找 刚刚讲的那个启动的资料夹 就会进 直接去 启动的资料夹那边 就会直接把里面有的捷径 或者里面有的执行档 它就可以直接播放 就可以直接播放 那这样子这台电脑 就会变成完全自动 完全自动 所以每天时间到了 因为它有设自动开机 所以它就自动打开 打开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进 那个启动资料夹去 看有哪些是要执行的 然后它就会把那些 你放在里面的影片 你放在里面的 那个照片的轮播的档案 或者是简报自动播放档 它就会去播那些东西 所以换句话说 我将来唯一要做的管理 就是我这个礼拜 槟榔宣导已经差不多了 那我下个礼拜 快要毕业了 那我要做一些毕业的宣导 那我就把资料换掉 把资料再利用那个Tim Viewer 把它送进去 把它送到这台电脑上 送过去之后 把那个捷径丢在启动资料夹 然后把这原来的捷径 把它删掉 这样子下次它一开 又播新的东西 所以 那因为这个电脑 它只有做很简单的 就是播放的动作 所以你 你没有安装很多软体的话 基本上那个旧电脑的效率 还是可以用的 还是可以用的 好 那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做 废物利用 废物利用 那如果你没有那个报废的电脑 那其实你可以用办公室的电脑 你只要在装那个 有这种东西 叫做外接的显示 外接的那个USB的显示卡 外接的USB显卡 那你的电脑就可以做多荧幕的输出 即使你的电脑 效能很烂也没关系 这个都买得到 这种外接的显卡 它是USB的 所以如果你要外接一个荧幕 你就插一根 它就可以外接一个荧幕 你要外接两个荧幕 就插两根 那当你有多荧幕输出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那个 要输出的那个荧幕 直接拉到那个荧幕上 所以我们学校里面的 那个监视器 我们学校里面的监视器 可以用网路看的 所以我就会在办公室 弄一个荧幕 然后也是用一台旧主机 然后用这个东西 接了两三个荧幕 两三个荧幕 然后因为学校监视器 有很多台 大概二十几路 三十几路 然后它是分三台机器 然后三台刚好又可以 用网路看 所以我就直接用 开了三个网页 就这样 开了三个网页 然后每一个网页 就丢到那一个 那个荧幕去 所以我们就会有三个荧幕 播放不同的监视器的内容 网路监视器 那个监看的内容 所以这样也可以 蛮好用的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它的电脑需求都不高 它只是播放荧幕的画面 做单一的动作 所以就可以废物利用 就可以废物利用 好 那其实今天 要讲的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你说如果像那个 校长比较有钱 买一个六十五寸的那种电视 那你就其实 你也可以用这个东西去做 那或者是说 像那个树莓派 什么派之类的 香蕉派之类的 那个东西一片板子 也才一千多块 那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播放器 或者现在很流行 那个电视棒也是一千多块 你就可以用记忆体 把你要圈导的照片 直接通通丢进去 那因为它就可以射轮波 射轮波 所以这个都蛮经济的 只是如果你用树莓派 那个的话 它稍微要操作一下 类似Linus或者Elego 那种作业系统有的老师 可能会觉得害怕 电视棒好像是 也是另外一个最简单的选项 所以其实这几个都蛮好用的 只要你有不要用的荧幕 或者是有钱 你要买新荧幕去放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那其实 我分享的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就先切换 荧幕回去给各位 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的 好文胜 你的简报里面有那个 Ninit Ninit 对对对 那个 告诉大家一下 那个还蛮好用的 对对对 就是我们刚刚在装一些软体的时候 像这些小软体 其实以前我们都是一个一个装 一个一个装 但是其实有一个网站 它叫Ninity 那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就是你直接上网的时候 你直接把那个关键字打进去 这个当网管的一定要知道 它可以让你省很多事 那你就到它这个Ninit的网站 通常我们装机的时候 除了那个Windows系统装好 驱动程式装好之后 其他的东西 我都会直接用Ninity就处理掉了 你不用一个一个装 你只要在这里选好 它就一次帮你装完 举例来说 各位看到它下面的选项 就很高兴了 比如说我们都会装 Clone的浏览器 对不对 新的机器 那通常都会装免费的防毒 然后呢 如果你有那个 这台电脑有在用语音的话 语音电话的话 就装Skype 就打勾就好 那如果你要装TeamViewer 这边直接打勾 如果你要烧录光碟 这里打勾 那如果你这个电脑 定时要扫垃圾的话 就Great Great Utility 那 还有比如说 你要装那个 我们刚刚讲那个 K-Lite的播放 播放器的解码器 这边可以打勾 那下一次我们会讲到 那个音乐 就是剪那个学校的 中生的音乐 那这个是免费开源的 音效剪辑的软体 所以也把它打勾 那还有比如说 电脑的外挂 Java 我们很多那个教学的网站 都会用到Java 所以这个也打勾 然后如果你有看一些什么 股票 或者是一些Flash之类的网站 那个像Squatch 也要用Adobe Air 所以我通常这些外挂 我就把它全部选起来 就一次把它装完 那如果你要 有做云端同步的话 你抓Box 就把它选一下 然后其他的 比如说 刚刚那个 照片管理的软体 这个也是免费软体 直接打勾 然后如果你要再做 你有做那个数位 绘图 就是比小画家还厉害的 那个JIMP 这里也可以打勾 3D绘图这边 然后我们电脑 老师都会装的7IP 压缩解压缩的 还有你如果不用OBIS 我们现在 学那个自由软体 大概都不用OBIS 所以我们就用免费的LibOBIS 那PDF的Reader 现在也不用装 因为Chrome就可以读PDF 那这些东西 以前你都要一个一个抓 一个一个装 现在不用OBIS 现在就是这些打勾 勾完了之后呢 勾完了之后 直接点这个地方 它就会下载一个批次档 下载一个批次档之后 你就直接去点那个批次档 批次档 这个批次档 点下去 它就会帮你做所有的安装 你就可以去泡茶聊天喝咖啡睡觉 起来就刚刚上面那些东西全部都装好 所以这个对我们做网管的 或者我们平常装完机之后 你常常要用的这些软体 它就一次帮你搞定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文胜 后面最后面介绍这个 如果是你是网管人员的话 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好用 对 那我们的群聊里面有人问到说 有办法设定成美节下课开启 上课关机 这个 不行 因为你的那个开机的那个BIOS 那个地方 它的选项就是 它好像 它不能一天好几次 它可以几点几分开机 但是 你就变成要去 比较新的可能可以批次 比较新的可以批次 但是 比较旧的大概 它好像一天只能设定一个选项 就是要看你的BIOS有没有提供 对 那我们下次再讲那个音乐的时候 那个是可以设定批次的 你一天要播几次都没关系 大概是这样 那另外 那另外有人提到一点 我觉得这还不错意味着说的 他说如果用Google的云端硬碟加 分享共用启动的资料夹的话 再加多台的电脑有相同的设定 这样就可以在云端更新 就可以同步每台电脑 这个可以试试看 很有创意 我觉得这还蛮有创意的 就是把启动的那个东西 全部丢在云端硬碟 让它去同步 是 蛮好的建议 如果说大家 有要用到文盛的这一个 穷人的广播机的话 真的可以试试看 还有另外大台有提到说 像刚刚那个上课下课开开关关 其实对电脑还蛮伤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个Howell可以讲一下吗 因为为什么要下课开上课关 这好像只有十分钟而已 我们通常 通常不会这样处理 通常开机的话 就是你要很长一段时间不用 我们就会关机 可是如果你是 就是一个小时里面可能就要开关 开机关机的话 你就干脆让它开机就好了 不要一直开开关关 那我们下次讲的那个音乐钟声 那个是电脑不关的情况下 你可以设定它 就是音乐 就是每个一段时间 就是做 做那些动作 排层的一个软件 排层排层对 那小强这边有提到 他说监控系统是用哪一套软件 一般的 一般的 你外面买的那个监视系统 现在买的机器 他都有提供网路监看 那他提供网路监看的方式 就是他会给你 给你那个网路的IP 跟账号密码 或者是 或者是给你那个APP 然后账号密码 那如果你是属于那个网路 我再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属于那个网路 现在应该都有 你就直接 你要看那台机器的 那24个channel的时候 你就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 他给输入他的那台机器的网址 就是在你的浏览器里面 直接输入 你在学校设定的那个固定的网址 因为我现在这边没有 你就把那个网址打进去 然后后面通常会有一个 有一个破号 就是可能8080 或者是8000 或者是多少 然后进去之后 你的电脑只要有登录账号密码 你的浏览器以后就不用再登 所以换句话说 你如果要看三台 三台的网路监视器 然后里面各有十几个channel 或二十几个channel 你就是开三个浏览器的页面 就是开三个页面 那每一个页面就是登不同的网站 登不同的站 那因为如果你不嫌荧幕小 其实你就这样子 如果你不嫌你的荧幕小 那其实我们就是把那个浏览器 调整一下视窗 这样子一个画面 如果你是用那个32寸的电视 你就这样子啊 放两个浏览器看啊 这样子就可以全部看完的话 就这样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接两台荧幕 用刚刚的那个USB外接 显示器的那个 然后你把这个 这个视窗把它丢 丢到另外一个荧幕上 这样就可以监看多个荧幕 大概是这样子 有用过那个多荧幕的老师会了解 就是你如果 如果这个东西你要放在另外一个荧幕看 你就是把它丢过去 丢出去那个荧幕 就可以了 好 这样不晓得有没有解答到你的困惑 谢谢文生 我觉得今天晚上应该是资讯窄窄的 很好的一个晚上 就是大家 大家对这个东西都还蛮有兴趣的 那刚刚德强有提到那个 监视器含荧幕分析的连结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拿去用 那另外有S就问到说 这样桌面开机的话是不能设密码 我想应该是 就是说 那一台 那一台要被遥控的穿堂 那台电脑是不能开机 不能设密码的 不然你就要打密码才可以进去了 对 各位还有问题吗 我是有问题 就是说 刚刚文圣有说 不要的那个32寸的液晶电视 有人没有吗 有人不要吗 不要可以送给我 那个其实就真的很好用 因为在穿堂 其实32寸的液晶电视就够用 32寸的液晶电视就够用 32寸的液晶太小了 那刚刚校长有提到 就是会怕风怕雨怕强光 那其实你如果把它挂 挂在那个屋顶的下面 不要太靠旁边 不要太靠外面 其实就没有那个强光或风雨的问题 我的刚好是在警卫室里面 因为我想在门口 那个家长在校门口 他就可以看到我的东西 那其实校长也可以做一个压克力照 把它从上面照下去 这样就不怕风雨了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做一个遮光 让它可以遮到太阳光 又不会遮到我的电视 那个3D列印 印一个上面的盖子就好了 那好大一个 那就雷切雷切 好 你切给我 好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 谢谢我们文盛 给我们一个非常开心的晚上 快开学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在开学之前 珍惜最后的大概剩下 一个礼拜多的时间 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充斥 好谢谢各位 今天晚上 那个下次那个音乐剪辑 一样是第三个礼拜 下个月的第三个礼拜 不要再约你了 都不用再问了吗 因为我大概都会再问一下文盛有没有时间 好 各位如果说你有想要分享的也可以跟我联络 我会安排时间让您来上线来分享 好那也谢谢各位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